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聊生生世世的语言吗 你不傻脱 你怎么聊 这是我们也有错的时候 不是每个人都 我们也伤害过别人 是吧 就算情感上我们没伤害过别人 肯定有啊 就像宇宙场里面 目前这种多台婴儿这种怨 这杀害了多少婴儿 才能形成一个洪水一样的 淹没地球的洪水那种力量 我们不知不觉杀害了这么多人 我们根本就 我们觉得自己挺无故的 我们也伤害过别人 我们只看到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就是如果连这些都不犯的话 还谈什么 尘到 看遥远 不是遥远呢 完全放下就是 根本不可能 不是遥远的事 对 就是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那只是说是空谈 完全是 个人的那些觉寿啊 哪怕翻出来很多东西 佛不是虚幻的吗 虽然有觉寿也痛 但是没关系 先是放后是承刀 承刀的时候 不能拿 而且不能考虑自己一点点 就是一点点 事实都没有的 拿起来 该拿啥拿啥 该先放 先舍灵 舍舍舍 一直到舍到没得可舍 然后在这个世界长当 就圆满 那一刹那你会无畏啊 你才知道什么叫无畏啊 没有恐惧 或者你永远有恐惧 舍也有恐惧 哪还有恐惧 拿不起放不下 没有舍你就没有拿 没有拿你就没有承刀 你就得不了无畏 你就永远有恐惧感 犯德坏事 承刀的心动临着 我们的心本来博大 本来圆满 怎么失去而已 没有那种力量 大胸大力啊 其实就是那种 撒脱的那种力量 生死这只度外 你才能进入虐牌 真是这样的 你不要以为坐在这儿 说两句 就撒脱不二 就撒脱不二 咋 真的做 真正的做 老师 你的傻疼是真正的吗 嗯 你的傻疼是真正的吗 我哭出来的 我真的 真的哭啊 比你哭的少不了啊 你没见过我哭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有一天 我觉得是你的承当 你承当了很多很多事的时候 别人还误解 别人还觉得你是 怎么怎么 是为了你自己 但是那个时候 你的委屈 连那些都要抱下 就是你 你为他做了 他认为你是 他除了不理解 还误解你 然后还诽谤你 然后你为他 带了好多好多东西 然后他诽谤你 说你是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时候你哭不哭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 你也不会傻疼 你也不会哭 你的慈悲 还能不能识解出来 你的慈悲 还在不在那一刻 我觉得最难的是 那一刻 你可以不单的 选择不单 选择放弃 你可以的 不是你不可以 但是 但是你 你选择成了 无惧的承择 就是 无悦无悔 没有恐惧的 把你担当起来 即使终时 把你骂成狗屎 那一刻 我觉得 通过一次一次那样的 你突然就发现 你没有恐惧 这个世界不再给你恐惧 你不怕 生死 就是那种担当 让你把生死 一下子看到 你再正如一个光明境间 生死还在那里 还有恐惧 还有患者患者 但是当你承择那一刻 无惧 就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能压住你 就是 你不怕 什么都不怕 不会恐惧 不会怕失去 得失恐惧 而且 不再由头脑思考问题 不再 不再由人类的头脑 去介入到 你做的佛法的一些事情 完全就是 把你 就是放在地位 把你该做的那种死命 放在地位 其他的都无所谓 只去做 不用结果 否则恐惧一定在哪 担心一定在哪 甚至害怕生死 你觉得你的密度会冰裂脖子 你会死亡的 有的人在这个层面担当 有的人在这个层面 每个人因为修正的程度不同 在不同的层面有担当 有时候那就选择 我也会哭的 他放不下 他就承担不起来 他放不下这个环境 他就承担不起另一个 就会 他就 虽然知道这幻境世界 虽然他相信我的质量 全相信 我实现死亡 他还是死不 他砸法 刚才那个三叶 我们能不能回来 我们能不能回来 你们已经做不了了 已经做完了 已经做完了 然后把它已经卸下 但是只是在人道 还会有一段 三个四个月的时间 可能也许到三年 我只是在那个维度看到 有一个人拖起了一个婴儿 就是有一个 可能说我一个人 他在那种洪水里边 就是情欲的那种 还学起那个 不过 洪水里面拖起一个婴孩 就把一个孩子救起来 但是当那个孩子 一拖起来的时候 洪水一下 是 风平浪静一下 所有的一切结束 需要担当一些东西 然后所有的那些 整个儿空中 全是那种婴孩的 好哭 他们听到 我的耳朵里边 快疯了 就那种整个两天 这个头里面 全是那些孩子们的呼叫 然后就是说 意思说我们是有罪的 人命是有罪的 然后呢 当关于不要把那个孩子 拖起来的时候 水降下 那些 一下子那些孩子们 那种 那种 变成了一些散光点 开始欢喜 喜悦 喜悦 喜悦开始出现了 就是他承认这些东西 无来承担 就是那种 然后那个情欲才降下 你们的情欲会 退化 就慢慢会 静下 一定有人说 但是 他是以这个情景来思想的 那这个 在这个时候是另一种方式 那有人去承担这一切罪责 一定这个人是跟法界一起的 要正到那个程度 你承担这个情欲 还有我们 都带来的 这种错误 承担这个 去 去安抚这些东西 去安抚 错了 去承担这个结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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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可能 不会死 不要以为我会死 但有其他一些音乐会出现 但是也真的是跟死魔 差距而过 差一点 就是把这块收手 断了一下 但应该没事了 今天早上已经结束了 这个世界才开始 你们才开始 我也已经结束了 我怎么该做得都完了 如果是不处理那维度的那些怨气 你们想在这儿安住是不可能的 其实官方界前没有人承担 你们的区域会瀰漫 而且会有一些洪灾的战争出去 没有什么 就不算什么 一旦你 一旦那一刻 你决定了担当那一刻 一切一切融入了还不好 只是那 做出那决定那一刻 它好像 很厉害 那件事好像大的 让你 让你受不了 觉得你 你简直就是 不可以承受 你觉得那是个侮辱 或者是个什么 但是当那一刻 结束那一刻 你一旦做出那个决定 那一刻 已经担当结束 那一刻 一定转 已经把厂转了 当然你们的帮助就是 你们未来对我的信任 不管我做出什么 你们的信任 理解 这已经是帮助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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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形式上的东西看我就行 因为你们都是撒一个情侣 不然怎么消你 你们绝不是面底自在 做老师就应该有这种特别的样子 要么就不做老师 不做师修正的老师 跟老师连这点不能带 还叫老师嘛 不能解决地址的这些问题 怎么带他走出来 这很争吵的 这很争吵的 这个甚至跟慈悲都无关 是应尽的知识 我敢说就无惧啊 就不会怕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你不成功了 那我是不 Serpe 我在配召 ¿ 〔濟里面?》 oo 你不能和他 啊 那我等了 你就通胜你 煮 宝贝 灯 未在 腾